大家好,我是淡姐,欢迎大家来到这门课 我是一个有丰富产业投资经验的投资人 投出过许多三年十倍股和十年百倍股 作为一个实战派的投资人 这门课跟市面上许多其他论文课程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我和大家聊一下为什么学这么课 在开启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得明白炒股和投资的区别 说到投资,我们先来看马云的一句话 天下没有人是靠炒股发财,要靠投资才能赚钱 投资和炒股是有巨大差异的 这一句话呀,倒出了中国股民的群体现状 能让大家逐渐实现财务自由的不是炒股,而是投资 真正的投资,要懂的东西非常多 它的综合性极强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说说投资需要哪些知识 首先呢,投资要懂历史,特别是金融史 例如什么是周期,什么是泡沫 因为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你看的是一个一个的孤立现象 但你如果有历史观 你会发现,诶,这不就是同一类事件在反复发生吗 那接下来大概率的走向,要重点观察的变量是什么 你就不那么茫然了 在调研一个行业时,还要了解国内外该行业的发展史 那投资还要懂公司背后的产业链 从而判断该行业在产业链里的话语权和溢价权 投资要懂公司的技术细节 从而判断公司是否有足够高的壁垒 投资要懂财务知识,例如看财务报表时要留意哪些地方 如何看一家公司的估值高低 投资还要懂心理学 因为心理会大大的影响一个人的投资决策 在投资中,你得学会克服自己的贪婪和恐惧 要学会认清自己的能力圈 古希纳神庙那句认识你自己 不仅仅是哲学的治理名言,也适用于投资 投资还要有不错的沟通能力 例如,我们专业人士在去做业务净调的时候 要跟公司的高板交流 跟一线的员工交流 跟行业专家交流 跟公司的客户交流 会接触到不同行业,不同职位,不同性格的人 并快速获得有用的一手信息 投资需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 零散的知识点网上可以找到很多 但这样就会投资了吗 最重要的是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 并形成自己的一套方法论 投资还需要有很强的独立思考和判断能力 需要批判性思维 在投资的时候 有用的信息你能不能找到 找到后能不能读懂 读懂后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判断 都需要积累 所以啊 投资绝对是一个人综合能力的体现 想要获得这些能力 靠自己一点点摸索需要花很长的时间 即便是在专业的私募基金行业里 培养一个研究员从头开始 把行业的信息从无序整理到有序 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有独立判断和明确的观点 一般需要三到五年 对于普通散户 想要抓住要领就更难了 在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过来人 一个靠投资实现了财务自由的人 愿意把自己的宝贵经验倾囊相受 会帮助大家节省很多的时间 在投资上少走许多弯路 关于对大家的帮助 不妨参考我的知识星球里 众多学员的评价 在我的星球里 无论是普通入门者 还是相关产业界一线的科研人员 或者说投资行业里的专业人士 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大家一致认为 星球对自己的帮助非常大 颠覆了自己以往的认知 我们的知识星球办了快一年了 从没有出现过一条负面评价 大家要了解啊 如果你报这门课 是希望将来拿个代码轻轻松松的 不想下真功夫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这门课退了 因为我是一线拿真金白银 自己钱投资的投资人 不是别人资金的操盘手 赚了有风红 亏了有管理费 我更不是那些口炮财经博主 满口跑火车 今天说这个板块好快追 明天说这个公司抢重仓 这些啊 绝对都不会是一个专业的投资人 会做出来的事情 真正的投资里 是没有办法照抄作业的 因为别人买的时候估值合适 你买的时候未必 而且公司的基点面可能会发生变化 行业的发展格局也可能会发生变化 如果你不懂得背后的逻辑 那即便给大家一个股票代码 你买了好公司 也大概率拿不住 股票跌了一点 你就会怀疑 然后卖掉 听到一点风吹草动 你会犹豫 然后卖掉 股票稍微涨了一点 你又觉得啊 该止盈了 然后卖掉 可能只赚了一点点 而不是大钱 只有真正弄懂了投资 才能在投资中取胜 当然 这个是需要下功夫的 需要投入时间精力的 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如果你投入了时间精力 那结合这门课 回报一定是可观的 因为我作为一个一线的投资人 我太知道现在一些产业链里面 各个不为人知的赛道中 能挖出多少金子了 像我2020年的时候投了一家药物长效化的公司 它是2020年8月的时候上市的 上市后一年多涨了7倍 一年半涨7倍 这就是股权投资的厉害支出 还有2021年我投的一家 储能里的细分龙头 微型密便器公司 刚上市的时候30多块钱 22年年底涨到450多 不到两年的时间 10倍的涨幅 当然了 这样的神话很多 我之前投了另外一家公司内窥镜公司 21年2月上市的时候是55块钱 21年7月的时候就涨到110 翻倍只用了5个月的时间 但这些投资机会的捕捉 都需要扎到产业深处 去寻找细分领域的龙头 那这些细分领域 普通人可能听都没有听说过 一些不拿自己的真金白银 做投资的财经博主 更是无法捕捉到这些机会 那接下来我和大家聊一聊 这门课的区别 目前呢 市场上的课程分为两大类型 一类是学院派的 类似高校的课程 一类是面向投资小白的入门课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两类课程的优缺点 先说第一类课程 学院派课程 这类课程大多是学者来讲的 体系完整 专业性很高 但大多是理论性的知识 普通入门者不容易听懂 也很难坚持下去 此外 学者的强项在于做理论研究 大多缺乏一线的投资实战经验 而真正的投资则是实战 再来说说第二类课程 面向小白的入门课 这类课程呢 一般是很基础的课程 适合扫茫 但是偏简单 也缺乏实战经验分享 作为过来人 我深刻的感受到 只有真正落地的经验分享 才能最大程度帮助到大家 所以 我们的课程在设计时 就把关注点 放在解决上述问题上 例如 怎么才能真正对大家有帮助 怎么以通俗易懂的方式 讲解重要的投资知识 怎么把我多年积累的实战经验 分享给大家 怎么把知识结合实力真正落地 让大家学完能用起来 这些啊 正是我们课程的独特之处 接下来 我再说说这门课的特色 首先 结合了很强的实战经验 关注我公众号和短视频时间长的朋友都知道 我有十多年的投资经验 在二级市场和一级市场上 我都有不少成功的投资项目 并且靠投资实现了财务自由 在十多年的投资中 我积累了非常多深入产业界一线的调研经验 跟众多的公司高管 行业专家进行过深入交流 并有管理资产的一手经验 实现财务自由后 我非常希望把自己的经验 不保留地分享出来 在这件事情中 我能找到意义感 我想帮助大家走进投资的门 一步步实现财务自由 并领悟投资的魅力 这也是我开设这门课程和知识星球的目的 我们的课程是经过精心的设计和打磨 课程里分享的内容是经过实战经验后的精华 是真正落到实处 大家学完能运起来的知识 总之 这门课程是一个真正的通过投资实现财务自由 踩过很多坑的人 非常有诚意的把一手实战经验分享出来的课程 会大大不同于市面上 众多靠卖课程来实现财务自由的那类知识 第二呢 站在更高的纬度看投资 由投资到人生到教育 关注我的朋友可能知道 除了投资 我对教育也非常感兴趣 投资和教育其实非常像 从某种程度上 甚至看懂了投资 就看懂了教育 看懂了人生 很多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例如真正的价值投资 是需要长期主义 教育何尝不是这样呢 教育也需要看得长远 帮孩子培养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核心能力 而不是只关注学了多少知识 考了多少分 又比如在投资的时候 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 形成自己的方法论 而投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 形成的过程 也适用于孩子的学习 我始终相信 如果我们自己能通过投资 掌握和内化这些技能 并把这些底层技能 底层逻辑 以耳濡目染的方式 一点点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他们的视野 他们的人生格局 将会从此变得不同 那么回到这门课程 它的另外一个独特之处 就在于拥有更高的维度 除了投资知识 在我们的课程里 也会贯穿一些重要的底层技能 它们是通用技能 最后我们来聊一聊 这门课有哪些内容 这门课的具体内容呢 课程分为六大模块 首先模块一 也就是这节课 对这门课的课程的独特之处 进行简单的介绍 以帮助你判断这门课 是否适合自己 模块二 是帮你打捞投资基础 例如 关于股票投资 大家喜欢说炒股 似乎玩的是心跳 是刺激 如同过山车般 起起伏伏 但真正的投资 跟炒股非常非常不同 只有明白了 它们的本质差别 才能理解投资 做好投资 所以模块二的第一节课 是帮助你理解 什么是股票 模块二的第二节课 是教你怎么分析 不同资产的投资价值 例如黄金 钻石 股票 艺术品 等等不同种类的资产大类 我们如何判断 它是否具有投资价值 第三节课和第四节课 是针对很多投资小白们 曾经踩过的坑进行解读 帮你梳理 为什么很多人 在投资中赚不到钱 包括投资的风险分析 和心理分析 这两节课很重要 因为只有了解 哪些情况会让你赚不到钱 才有可能避开这些坑 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 模块三是教你 怎样去挖掘投资机遇 找到黄金赛道 在中国做投资 读懂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中国的股票市场十分独特 它很大程度上 是为国家的政策 政治经济服务的 国家政策对于一个行业的发展走向 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读懂国家政策 就容易抓住投资的黄金赛道 另外 现在不少的国家政策 其实与国际形势息息相关 所以模块三中我们会分析世界形势 与我们投资方向的关系 通过模块三的学习 你会了解怎么挖掘政策 并找到投资中的黄金赛道 模块四是带你了解不同的资产类型 包括基金啊 股票啊债券啊 银行理财产品 保险 黄金属投资 房产投资 怎样看懂这些不同的资产类型 怎样判断这些资产的风险 怎样了解这些资产 是否适合自己的投资 这就是模块四的内容 这些内容的介绍 不是百度百科式的 也不是教科术式的 而是结合了很多的实践经验 在了解完不同的资产类型后 我们会进入模块五的学习 模块五中会带你了解基础的财务知识 这也是投资中很关键的一部分 在股票投资中 找到好公司还不够 因为好公司不等于好股票 好公司还要有合理的价格 有一定的安全边际 在股票投资中 有两点最关键 一是如何评价一家企业 二是如何判断这个企业的价格 所以模块五会带你理解 企业的价格 或者说企业估值 以及我们如何判断这个估值 是否合理 模块五的另一部分内容 是有基础的财务报表分析 这也是股票投资中 必须看懂的地方 通过前面五个模块的学习 你已经打下了投资基础 那么后面就要开始 梳理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便做出更好的财务规划 所以模块六是教你 怎样去梳理自己的财务状况 并做出改善财务状况的规划 模块六的最后一节课 则是投资知识的升华 为什么要有这节课呢 因为投资中的很多思维 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工作 生活中 育儿之中 从某些方面来说 看懂了投资 也就看懂了人生 正所谓一视通则百视通 很多底层逻辑是相通的 我不仅希望投资 可以改变你的财务状况 还希望投资理念 可以改变你的生命状态 所以最后一节课 我们来一起了解 怎样把投资里的底层逻辑 用到生活工作育儿中 希望借由投资 我们能一起拥有更从容 更平和 更智慧的人生 上面这些 就是我们这门课的主要内容 总课时23节 每节课10分钟左右 信息密度很高 希望通过上面这些介绍 可以帮助你判断 这门课是否适合自己 那我再和大家聊一聊 这门课与知识星球的区别 之前有很多朋友 加入了我的知识星球 所以再和大家说一下 这门线上课 与我知识星球的区别 总体来说 线上课与知识星球 是互补的关系 交叉很少 我们这门线上课 旨在帮助入门者 推开投资的门 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投资 并帮助大家搭建 投资知识的整体框架 而我的 但是知识星球 则属于进阶 在星球里 我会给大家分享 非常具体的内容 包括大局观 政策解读和挖掘 投资调研的方法论 这个不是代码 而是受人隐喻 十年黄金赛道 产业分析 优质公司的分析 对比等等 在知识星球里 会分享我自己 深入产业链调研的 一手经验 手把手教大家 怎样切入一个产业链 去挖掘投资机会 怎样找到优质的公司 不同行业里 筛选公司的具体标准 分别是什么 所以总体来看 这门课程与知识星球 是互补的关系 这门课程是帮大家 搭建投资框架 把投资基础打牢 知识星球适合想 深入学习股票投资的朋友 以上就是这节试听课的内容 那接下来的课程 我们就开始一起 打开投资的大门